大家好,腰痛年轻化的现象也日益严重 更有部分人二十来岁就有了四十岁的腰 腰是最劳累也是最容易受伤的部位 它不像腿,躺下就可以休息 任何姿势都会给腰造成不同的压力 远离筋紧腰腿痛 这份腰部使用说明书拿走不屑 养护腰部刻不容缓 请认真观看本视频 名称,通用名称,你的老腰 规格于组成 腰部是我们的中轴支撑 它承载着我们的躯干重量 它是由腰椎五节,底椎一节 椎间盘以及肌肉若干构成的 骨骼,腰椎骨,底骨和两侧的恰骨 共同构成了人体腰部的骨骼 主要椎体,五块腰椎 它上接胸椎,下连底椎 共同构成人体躯干的中轴线 成为人体的支撑 主要韧带,前纵韧带,后纵韧带 黄韧带,脊尖韧带,脊尖韧带 脊尖韧带,横通尖韧带等 主要关节,底恰关节 其他重要组件,椎间盘 椎间盘的功能衰退是腰痛的重要原因 恰腰肌,腰大肌,腰小肌,恰肌的总称 主要功能,支撑 本品是人体重要的连接部位 具有支撑人体上半身重量的功能 运动,本品包含较多关节 可以保证人体弯腰,后身功能 但旋转不是本品强项 使用时需尽量避免 保护,本品具有保护脏气 以及保护体内血管神经的功能 保持本品的良好结构 是避免血管神经受损的前提 有效期 腰部作为连接身体上下部分的中流砥柱 对人体十分重要 但不良的生活方式和人们对腰部的忽视 亦导致我们腰部加速衰退 腰灵超越年龄 腰灵是指一个人腰的衰老程度 按照腰的正常衰老程度 二十三十岁的腰应该没任何问题 四五十岁可能出现一些如腰椎肩盘突出的问题 五六十岁以后腰部力量开始下降 然而现在人的腰灵往往提前衰老 据统计 中国人的腰椎平均在四十岁左右 就会开始明显衰老 本品属于不可再生性消耗品 一旦损耗 无法修补 所以实际使用寿命 应个人使用习惯而定 日常保养 可延长本品使用期限的行为 坐姿端正 防寒保暖 选择合适的椅子 不握过软床铺 纠正不良姿势 上身挺直 收腹 下肢并拢 臀部坐满椅面 腰背接触到椅背 让腰椎有依靠 可简短本品使用期限的行为 久坐 单手搬重物 长期弯腰 半躺 或者半靠姿势 长期穿高跟鞋 长期低头 或含胸驼背的走路 拱桥运动 飞燕式运动 蛙蛹等 对延长本品使用期 有一定帮助 俯卧式小燕飞 在硬床上或干净的硬置地板上 取俯卧位 脸部朝下 双臂以肩关节为支撑点 轻轻抬起 手臂向上的同时 轻轻抬头 双肩向后向上收起 与此同时 双脚轻轻抬起 腰底部肌肉收缩 尽量让肋骨和腹部支撑身体 持续3到5秒 然后放松肌肉 四肢和头部回归原位休息 3到5秒再做 每天可做30到50下 可分为2到3次 坚持6个月以上 腰椎术后患者 最好是作为终身锻炼项目 刚开始时 可先做10到20下 逐渐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 小燕飞要在腰部 基本没有症状时做 如果腰痛时 只有筋卵时做 则越做越疼 会再坚持 最后提醒大家一下 防止腰痛 还是要从日常习惯做起 不久做 不驼背 气质有形 萌萌哒 大家就赶紧开始腰部的修炼吧 也希望大家到了老年的时候 依然腰部强壮 生活美满 好 大家好 现在是每天 我们都给大家分享一点 关于健康的知识 还有一些生活当中的技巧 其实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健康生活 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因为你看我们 不管是吃肉也好 包括吃鱼也好 其实都能找到一些 能让自己健康的方法 包括上午 我们给大家讲的一些冰激凌 等等的一些方式 其实都是非常好 都是可以让我们快乐和健康 能够共同拥有 好 我们看看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那么这个里面 就是我们所讲的一个问题 好 在这个里面 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看到一句话 降脂药 它所降低的是什么呢 血管的炎症反应 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 其实我们所推行的这种纯净生活的 这样一个方式 就是其实所谓的这个血管的炎症反应 按照中国人的话讲 就是清热解读 要清除掉我们身体里边的热 那么这种热来自于哪里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看到内热的时候 大家会有什么感受呢 舌苔发红 舌头 肿胀 就像我们上午所讲的 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们咬舌是能够自尽的吗 就是舌头 它的肿胀 代表着我们血管的一个内热 代表一个发炎 还有一个 当我们熬夜之后 我们的毛细血管 我们的眼睛里边会看到这种血管的肿胀 这样的一些方式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红血丝 这种方式 其实都是我们要看到的血管的肿 其实我们只要看到 刚刚我们上午那位60岁的 也不能叫老人吧 应该是我的一个姐姐吧 说他有这个眼底出血 这个问题 其实在我们看来就非常的危风险了 因为你们常年的看我直播 你会发现我的眼白一直是白的 我不会让自己出现 什么红血丝啊 眼底出血 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要把血管的炎症控制好 好 我们看看这样的一个结论 研究人员重新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 就是1980年的六项研究 就会发现控制饮食 那么可以将你挡过唇 但是这样的话 一个大型的结论 那么出现了什么呢 饮食中的饱和脂肪酸 和心脏病和中风 并没有发现关联性 其实日常生活当中 你会发现这段时间在国内 也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思潮 就是给猪油平反 有很多的理论 你比如说猪油是一个遇到热水 就可以变成液态的油 等等等等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对于猪油的认知呢 也要有所理解 首先第一个 猪油是来自于猪的饱和脂肪 这一点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另外一个 我们更希望大家去关注一下猪的饮食 就是这个猪的油 上一代就这个猪 它是吃什么长大的 所以当我们 其实在我们家当中 我们是不太用猪油的 我们有些时候 为什么会用驼风 因为目前来讲 经过我们的筛选的话 驼风还算是一个比较健康的 没有进入到大规模 人为饲养的 因为说实话 这个猪油 我连它的猪我都没见过 它这个猪油是什么样的食物结构 是什么样的一个饮食环境所构成的 说实话 我是无法判定 所以我们家庭里边是不太用猪油的 而相反的话 会用驼风等等的 用这样的东西 甚至会用草丝黄油 草丝黄油的话 像在新西兰的一些国家 会有草丝黄油的这个结构 所以在我们家庭当中 草丝黄油 还有猪油 还有就是这个驼风 基本上是两种饱和脂肪酸的 一个固定的来源 像其他地方的话 我们植物油用的很少用 我们家用的这个水袋法的 芝麻油会有一点点 然后就是亚麻籽油和亚麻籽粉 这些东西基本上构成了 我们的一个油脂来源 好在这里面来我们看看 那么人到底如何在评估 就是我们到底应不应该接受 其实我们现在在看到了 大量的数据之后 我们更支持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 要吃好的猪油 就是换句话讲 我们现在能够认知到 饲料喂养的猪油和吃草长的猪油 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黄油里边 我们曾经出现过草丝黄油和普通的黄油 草丝黄油价格要高很多很多 因为在草丝的黄油里边 我们看到了一定量的Omig3的结构 那么在古四的黄油里边 基本上没有这个结构 那么把这个结论推到这个猪肉当中 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因为包括中良的亚麻子猪肉 那么他给猪吃了亚麻子 在这个猪的身体当中 猪肉当中就发现了一些亚麻子油 亚麻子的这样的抗氧化的结构 好我们看看这个实验是什么 那么一些人吃高乳质食品和低乳质食品 那么日常生活当中的话呢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实验的话 没有太容易 因为人的饮食和自己的身体情况和代谢 他这个观察量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 他这个实验做的结果是什么呢 用了全脂奶粉和低脂奶粉 还有一个用了一些奶酪饮食 做了一个实验 但是人比较少 就是49名志愿者 那么低脂饮食 那么在同样一个人身上 做了六周的低脂 就是比如说像我这样 你们都觉得我们是如何控制自己的身体的 你发现我只要看到我体检报告 我的指标我想让哪个高就让哪个高 想让哪个低就让哪个低 包括上午我们所说的这个 肝油胆固醇除以肝油三指 其实这就是稍微调调饮食 我们就能够实现的 因为你要懂得饮食的一个基本的构造 换句话讲 你要懂得在烹饪的过程当中 加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 那么好 我们看这里面看到一句话 那么49名志愿者 先让他们吃六周的低脂饮食 那么六周增加了这种奶酪 你会发现 在这里面添加奶酪组的血脂和胆固醇没有上升 而黄油组却上升了 这个奶酪 他们这个用的奶酪更接近于什么 更接近于中国藏族的苏油 就是是一种酪和黄油的 而就是他没有把这个黄油独立的分离出来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们能不能理解我们所说的一句话 很多人都知道小麦胚芽比较好 又知道小麦的这个膳食纤维比较好 但是我建议你们吃的是什么呢 全麦 而不要拔 因为我发现有些人干的什么事情 他买的是面粉 买了面粉之后 他把小麦胚芽夹进去 他再把这个麸皮夹进去 他就希望通过自己的勾兑 把它调成了全麦的这个营养结构 营养结构是不可以分离的 越接近于原始状态 我们身体对它的反应越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文章 这段话就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结论 黄油跟奶酪 奶酪里边含不含黄油 当然含黄油 但是你把黄油分离出来 它对身体的影响就会不一样 也就是说我们吃原始的发酵的奶酪 那么烙蛋白跟我们的脂肪组合在一起 那么烙蛋白的消化速度偏慢 会让这个黄油在我们的胃里边的停留时间偏长 那么它身体对它的处理的速度效能就会变高 所以就是我们为什么 你就理解了为什么我会吃核桃 但是我不会推荐你们吃核桃油 能理解的不 你会发现我每天会吃核桃 我甚至在我的桌子上 拿过来 会有一点这种生花生 因为这是一个 我都忘了谁送给我的了 我每天有些时候健身的时候 会吃两个生花生 但是我不会推荐你们吃花生油跟核桃油 这就是要懂得食物的原始结构 所以说越接近于原始结构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这种 我家里做的包括自己做的这种软奶酪等等也好 我们是选择是天然奶不会去油 所以不要去选择 就是尽量少加工食物 我们只接受加热 我们只接受发酵 用一个最简单的结果 好 我们在这里看到 结果看来是非常明确的 是什么呢 将奶酪和黄油当做两个东西去看 全脂奶酪 它里边虽然含有饱和脂肪酸 那么它不单单是心脏 不是心脏病的风险因素 还能保护心脏 这也就是我们所讲的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如果你能拿到草丝的鸡蛋 那么鸡蛋里边的饱和脂肪酸 对你就整个鸡蛋这么去吃 没有影响 如果你拿到的是草丝的牛肉 你拿到的是包括我们说草丝的这种骆驼肝 这里边的饱和脂肪 对你是没有影响的 但是大家对于用的这种油脂的东西 要提出谨慎的怀疑 要小心 所以说我们要是用油脂 会选择吃核桃 吃花生 而不会选择用它去榨油 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好 日常的生活当中 大家会发现没有 经常使用传统的奶酪 可增加肠道微生物 所以说这样的一些结论 又都回到了生食和熟食的这个观点当中来 如果说大家在我们国内卖的所有奶酪 都是灭菌奶酪 甚至是再制奶酪 甚至包括大家会发现 意大利人所吃的披萨 上面所铺的那个马苏里的安奶酪 你只要经历过高温 甚至我们很多人在面包里边加入了黄油 在面包里边加入奶酪 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 在这里边我们看这样一个结论 那么好 其他如牛奶或者微生物的发酵物 对人有好处 那么在这个里边 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叫做法国悖论 法国悖论 所以说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 我们给大家强化的这个什么观点呢 用传统的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健康 用现代的医疗手段来保护我们的紧急情况 你看看在蒂姆教授这个结论当中 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说法 那么 30年以前 全世界并没有这样的一些手术啊 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新疗法 那么 随着这样的一些方式 你会发现英国和美国死亡率都下降了 但是心脏病人的人数会居高不下 但是发作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搭桥啊等等的手段 挽救一下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实在到底算不算进步 在于我们怎么样的去理解 所以说我们更希望大家的是什么呢 用现代的手术来保护自己的一些感染型的外伤 就是我们通过 比如说在同样法国英国和英国法国美国 这个三个我们所谓的大家最熟悉的西方国家 那么法国是特立独行的执行了传统的饮食 连法棍都不允许做食品添加 那么法国人的手术率就很低 日本人的手术率就很低 所以它是一个自然长寿 英国美国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所谓的手术保护之下的长寿 到底怎么去选择 这就够取决于你自己 我们建议大家选的是什么呢 基于日本饮食 基于法国饮食 基于这样的一些瑞士饮食的天然的长寿的行为 那么再借助于一旦有了疏忽 或者说没有做好 我们借助于现代医学的手术 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给自己的生命做双保险 如果你说我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觉得我非常相信 现在的手术是一定能够给我救命的 那么我把大量的时间用于胡吃海喝 一旦出现了手术来不及的情况 我们出现了太多人的心梗脑梗来不及救治 这就是我们不能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寄托于手术上 手术是在紧急情况之下的一个保护 但是我们要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所以说纯净生活抗炎自救 所推出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 用中国八九十年代的生活方式 奠定我们的一个长寿基础 然后用现代化的手术 弥补我们一些生活当中的不足 把这两端都做好 就是让像法国人一样的生活 那么借助于英国跟美国人的手术保护 那么两个手段都把它做好 这才是一个最理性而聪明 或者说确定性最强的一个长寿方式 好我们看看这个里面 这是我们要工作的一个地方 美国的马里兰 马里兰州是在美国的东海岸 离纽约也不算太远 大概是三四百公里 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来我们看看另外的一个饮食结论 叫做奶酪披萨饮食 那么39岁的一个小伙子 他呢在这里边的话 爱吃奶酪也爱吃披萨 基本上一餐吃一只披萨 因为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会知道 披萨这样的一个饮食呢 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 一个饮食习惯 他的日常生活当中 来你会发现 他自己的特点是什么呢 他所谓的能吃的蔬菜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披萨酱 就是这个番茄酱 除了番茄酱之外 他一点也不吃任何的这种蔬菜 我们再看他的饮食习惯 一个人能吃多少呢 一千三百卡的一个披萨 那么再喝一杯可乐 那么这个身体 除了有一个强制性的 这样的一个进食 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谓的 进食障碍之外 其他部分都很正常 而且这个人还很瘦 那么大家看到没有 他是一个注射胰岛素的患者 所以你会发现 他的特性是什么呢 当他从小就是一个 一型糖尿病患者 从小要注射胰岛素开始 他的身体出现了一个 特异性的代谢异常 也就是说 当他大量的开始注射胰岛素开始 那么他自己的血糖血脂血压 在一种代谢机制的返回之下 其他的代谢机制 也在做了一些先映的改变 但是这个人呢 不太具有参考性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一个从小就在 大量的打胰岛素的人 所以他的饮食习惯是一个脏气 产生了一个特殊的一个 病理性的改变 好 在这里边 大家会发现没有 我们研究了他的这个过程 你会发现 他的要求是什么呢 我要吃饱了披萨在此 他是一个对披萨的一个充分的这种热爱者 他的未婚西 是一个什么素食主义者 劝他这个吃点 去点这个蔬菜等等的 结果他一吃就吐 也就是说 当他自身来讲的话 医生会认为他的问题 是从儿童开始的 我们看看他的生活习惯的导致的结果 好 大家看到没有 大概在四五岁的时候 那么 大家看看他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要看到情绪 我们要看到 菌群 对于生活习惯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他的父母送他去一个托儿所 他每天都在做一个布伦瑞克炖肉 那么这里边包括有秋葵 有利马豆 利马豆呢 就是鹰嘴豆 还有玉米 还有土豆 还有番茄 还有一点点牛肉 主材也是鸡肉啊 等等之类的 那么你会发现 这个孩子在当年那个情况之下 是不爱吃肉的 你发现没有 在四五岁的时候 他是一个不爱吃肉的人 所以说 一旦他跑开 就会把他抓回来 他就记得 他四五岁的时候 会被关进避除 作为惩罚 所以说 在那个小的时候 他在这个托儿所里面 是几乎一天 因为他不爱吃肉嘛 所以他是吃不上饭的 他不爱吃 这样的一些东西 好 我们在这里面看到 那么 当被问到心理医生 他的习惯 有没有改善之后 那么 我们他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 他在愿意在镇上住 就是因为他 可以去吃披萨 所以说他的一个特性 就是我们所讲的是什么呢 日常的生活当中 他进入到了一个 随着生活习惯 完全的进入到一个 脂肪功能高量的一个时间 或者说他在吃的披萨当中 因为披萨上面附着着大量的奶酪 附着着大量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肉类 而面粉的比例 在这个功能比当中是偏低的 再加上他自己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长期注射胰岛素 所以导致了身体所出现的一种异常性的变化 所以说他要用这个例子 想表明一个什么观点呢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 你要真的知道 中国人是不是适宜采取 当然我们说的中国人指的是汉族啊 跟藏族啊 跟蒙古族的还不太一样 我们大多数的人是不太适宜采取高脂肪的生酮饮食的 为什么 来我们看看 希腊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岛屿 克里特岛 因为我们来给中国人 包括给我们身边的伙伴 确定一种饮食方案的时候 我们要看大量的资料 那么希腊的克里特岛 大家会发现没有 这个特点是什么 山区 山区的特性是什么 没有平原 没有耕地 这就是山区的一个特征 没有平原 没有耕地 那么大部分人以放羊和打鱼为生 我们可以简单的把这个地方理解成为牧民的生活 理解成为渔民的生活 牧民以单纯性的放牧为主 就是类似于我们的藏族同胞 我们的蒙古族 甚至维吾尔族 以放牧为主 包括打鱼 像我们的海岛的渔民 没有就是只要出海之后 在海上要待半年 半年当中是没有碳水可以吃的 没有蔬菜可以吃的 或者说你可以把这个打鱼的这种生活 理解成为什么呢 理解成为日本人的生活 日本人的整个饮食习惯 是以多余少粮 以渔民的生活方式做的一些现代化的改变 那么克里特人 这就是一个欧洲的 类似于我们说的藏族的现代化的改变 藏族是什么呢 多油 酥油 多肉 毛牛肉啊 包括他们所放播的这种牛羊肉 然后的话呢 有一点点的青柯 蔬菜类东西基本上没有 所以说这就是我说的 草刺肉类对人类的好处 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 克里特人的地方 地处于山区 没有粮食 对吧 人都吃不到穀物 羊一定是吃不到穀物的 那么打鱼 鱼 这种野生的鱼 是以海藻为食 这也就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信息 要知道 草寺的肉类 对于人类来讲 是有营养的 它等同于二手的植物 能理解不 牧民在游牧当中 他们的牛羊在吃着木草 那么牧民在吃着牛肉 他吃的这个肉 是带有着草里边的营养的 而我们在超市里边买的这个肉 是吃飼料长大的 这个肉里边 无法向我们提供足够的营养物质 所以我们必须要区分 这样的一个环境结果 好 我们看看这里边 在这个里边 你会发现 所以说 大家可能 如果你们不深入的了解 粗浅的看这个结论 会觉得 你看克里特人 大量吃肉 大量吃鱼 人家也很健康 但是他们吃的鱼 是食早的鱼 他们吃的肉 是吃草的肉 他们身上是不缺乏草里边 跟海藻里边的营养的 好 大家看到没有 那么 遗传学的同事 我们不管他叫什么名字 详尽的揚救了这样的一个样本 我们也看到过这样的一个实验的结果 就会发现 这个里边 就像我们会发现 中国人跟美国人 包括中国人跟英国人 中国人跟法国人 有着非常非常多的生活差异 但是我们在刻意研究和寻找当中的共同点 你会发现这个里边 有一个叫做安诺奇亚的村子 只有五千多人 很少吃鱼 每天会吃什么呢 大量的山羊奶酪 还有什么呢 酸奶 那么你会发现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这个地方是个偏僻的地方 他们的奶酪 他们的酸奶 一定是自己做自己吃 没有进入到一个工业化的时代 所以说你会发现 他们也在吃肉 以前呢 是在特殊的日子吃肉 但是现在也能够时常能够吃到了 在这个里边 你会发现一点 他们村民参与一项全国性的营养研究 这本书讲完之后 我会给大家讲一本中国的营养研究 那也是美国人在70年代做的 换句话讲 是这本营养研究做过了之后 才决定了美国资本如何在中国赚钱 你会发现 他们血脂偏高 那么这个里边也得了一个结论 我们看看这里边 大部分的村民都有着一种变异的APOC3蛋白 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话题 奠定了中国人的一个饮食结构的核心基础 叫做什么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记住这句话了没有 也就是说中国人其实已经认知到了 每个地方的人因为你常年吃一种食物 就奠定了你的身体里边对某一种食物的适应 像以前我们会出现去旅游也好 我们出差也好 我们去任何一个地方 大家会出现水土不服 什么叫水土不服 就是你的身体的肠道菌群 你的身体的基因对外来性食物的不适应 这个叫水土不服 而这句话所讲的这些村民常年保持他们传统的一个饮食习惯 会造成他们自己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基因 那么这个类这样的一个基因能够做到什么 来我们看这里面说的 让他们能够食用高脂食物免受心脏病的袭击 所以说当我们看到一个一个 觉得你们很新奇的饮食习惯的时候 要真的去研究这个饮食习惯 它背后的逻辑 就不用觉得什么 你们会觉得是什么呢 艾斯基默人吃鱼油 鱼油就是好的 或者说这些或者说是什么 这些人吃的什么特殊东西是好的 一定要记住这个东西适不适合你 这要通过我们大量的人本的样本的分析 然后呢要对他做一些这样的一个筛选 好我们看看这样的一句话 封闭部分近亲同婚繁衍的村落 与地球另一面 有着共同之处 美国的阿米什人 那么这个里边也有着这样的一个基因变异 所以你会发现包括中国人对于小米的喜爱 在我们看来和墨西哥人对于玉米的热爱 我们觉得很惊讶的一个共同点 艾斯基默人对于鱼的喜爱和日本人对于鱼的喜爱 让我们很惊讶 法国人对于奶酪的喜爱和中国人 尤其是中国的一些什么江浙人对于发酵的发霉的这样的一些豆制品的喜爱 甚至包括日本人对于纳豆的喜爱 包括我们所讲的这个对于天辈的喜爱 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知道 中国人对于发酵的认知 中午我在跟我们的几个助理有了一个探讨 那么在你们看来康普茶的特点是什么呢 茶叶加糖去发酵 你们会问我用什么茶叶来做对吗 但是在我看来这个话题是不重要的 因为茶叶是什么呢 茶叶是一个植物膳食纤维 让这些菌群有一个地方落脚 仅此而已 我们看到过中国人在做酱油的时候 要把黄豆蒸熟 黄豆蒸熟要放在什么呢 用玉米 用这个稻穀的这个结杆 把它包裹起来 发酵成豆饼 那么黄豆是一个有蛋白质的食物 但是也有一部分的糖 但是它里边的膳食纤维量是不够的 中国人很聪明 用了稻杆 这样的一个膳食纤维 包裹在黄豆的外边 让这些菌 在这个稻杆上面 疯狂的生长 形成了中国人做酱和做黄豆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场景 好 就这个问题 我们想 东南亚人 他们在做天背的时候 黄豆包裹在什么地方 你们知道吗 黄豆要包裹在香蕉皮里边 黄豆或者要包裹在一些当地的果实的皮当中 这同样是一个利用里边的糖 利用里边的蛋白质的发酵 但是给它的表面附着了一个像中国人用的稻杆一样 这家东西一样 那么在东南亚 他们用了香蕉皮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果皮结构 那么中国的西北在制作姜水的时候 他们用米汤来替代了我们做康普茶里边的糖 当你脑海当中懂得这都是糖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中国的西北人在做姜水的时候 会用什么呢 会用蒲公英 会用什么呢 会用芹菜杆 会一些比较粗硬的杆类的膳食纤维的食物 同样是糖加膳食纤维这样的一个结构 我们当理解了这样的一些结构之后 你就会知道 为什么会用高粱去做酒 高粱的糖和高粱皮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膳食纤维这个结构 它自己就带有这样的一个结构属性 所以说高粱在中国变成了一个酿酒的非常重要的 其实当我们学会了这样的一些知识 你看全世界的饮食 在我们看来发霉的长毛的豆腐是最好的 就在安徽在江西甚至包括在浙江 这种所谓叫做霉豆腐 这是非常好的食物 当我们看到了天背 非常好的食物 当我们看到了拉丝的纳豆 这是非常好的食物 当我们看到了法国这种长毛的奶酪 无非就是一个植物发酵 一个植物蛋白发酵 还有一个动物蛋白发酵 在我们看来 这都是老祖宗们共同留下的 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 那么为什么全世界各地都有这样的发酵食物 因为真的在过去没有医疗技术的时候 是这些发酵食物保护了我们 吃不到这种发酵食物的 不会做这种发酵食物的人 就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了 明白了不 这就是自然界的筛选 你会发现留下的一些饮食习惯 发现怎么都一样 这就是我们真的这么多年研究下来的大彻大悟 全世界所有的健康的人 饮食习惯都能找到共同点 但是你们就不知道 原来天背加香蕉皮和我们中国人做酱油 加这些东西是一样的 但是问题在于我们中国人 现在吃不到真正的发酵酱油 真正的发酵醋 我们不太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在超市里面所见不到 这样的一个结果了 好 在这里面我们看这样一个结论部分 人们是可以适应特殊的饮食跟环境的 所以说在日常的这种生活当中 我们现在要做的 比如说现在为什么在中国 已经没有了这个所谓的这个食物 不叫就是这个 这个所谓的叫做什么 叫做水土不服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全国的饮食 基本上是统一化了 这样的一些食物等等等等 都会让我们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基因 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改变 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要懂得既然我们的身体能够让我们的身体适应这个食物的程度和你的食物去匹配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饮食当中和过去相比对于脂肪的适应会提高一点点 这个是肯定的 因为我们吃了十几二天的高脂食物 但是还没有适应到这个垃圾脂肪的时代 就是我们要接受自己的基因的调整和基因的进化 但是不要超前 就像我们讲的像以前 我们现在利用当今的这个时代 我们还是要学会吃好油 学会吃好肉 学会出蔬菜 那么我们人类对于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农药的适应性 对于这种油脂的适应性 跟过去会有点变化 但是要同步进行 保证在这样的一个中当中 就会让我们享受这个时代 但是不要去生病 这就是我们想通过纯净生活 这样的一个健康教育 把当代的一些饮食原则 先给大家通过这样的一些书籍 让大家有所认知跟了解 好吧 我们今天下午就给大家聊这么多 来我们看大家的问题 这个里边大家看到没有 谈到这样一句话 我们也是把这个做个结论吧 来大家看到没有 大家看到没有这样一句话 除非你自己清楚自己的基因和肠道微生物 所以说我们不推荐吃奶酪披萨 为什么呢 大家看到这样一句话 工业化的奶酪 是滞销后形成的牛奶壶的副产品 牛奶壶是什么意思 记得这句话吗 有人看过没有马克思写的一本书叫资本论 其中说了一句话 资本家宁可把牛奶倒掉 也不卖给穷困的人员 记得这个故事的打个一 我看一下 所以说读懂了营养学 你必须得懂政治 得懂哲学 所以说当初美国生产了大量的牛奶 滞销怎么办 卡夫这家公司出名吗 你们现在所吃的奶酪粉 你们所吃的很多的酱 在中国都是由卡夫公司垄断的 甚至你们吃的很多饼干 这是一家美国公司 所以说大家看到没有 他们研发了将保质期只有几个月的奶酪运往全世界的方法 我们跟大家讲过 为什么在中国不可能执行 酸奶的分级 如果我们说酸奶里边只有牛奶加一生菌 就这个条件 中国的农村将没有酸奶可以吃 因为当在上海有 上海有那个光明 北京有这个叫什么 北京三元 对有这样的一些公司 他们有这个条件生产这个奶酪 所以我们在北京上海是能够买到的 如果这个奶酪运到了 山西的农村 长途运输 它的成本会变得很高很高 但是呢我们又希望农村人 农村的这样的一些群众 也有吃酸奶的这种快乐感 那么只能是用工业化的方式 将保质期只有七天的奶酪运往全国各地 这是我们土壤过大 面积过大所造成的 不像新加坡 新加坡就是一个城市 它今天生产东西 明天能够遍布全国 因为它就这么大 法国也很小 但是这就是我们要理解这个现状 所以大家有这方面追求的时候 就是我们到了很多地方 比如说我去了四川 我去了安徽 我去了九华山 我就很痛苦 我找不到我要吃的东西 牛奶是常温的 酸奶是灭菌的 是常温的是调味的 但是当地人吃的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食物 所以很多地方我们会开发了这个蛋白粉 我会开发了益生菌 所以就是说当我去到任何一个地方的时候 我的基础的健康保证 我是用我的产品通过脱水 通过干燥来把它实现的 所以当我们在其他地方找不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是像美国顺结果一样 保质期只有几个月 那么一定要经过 来我们看看 看到没有 下面这句话 那么和手工奶酪没有半点相似之处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用化学制剂 使脂肪和奶油结块 什么 明胶 果胶 最后 无菌食品 可以添加到任何的食物当中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日常的生活当中 大家为什么要 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吃 因为它这个食物的无菌食品 就是工业化食品 工业化食品不是食物 我们要记住 只吃食物 不吃食品 所以这个后面就谈到了在美国当今的一些状态 卡夫的商标 那个卡夫的产品 那个助理帮我找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个你们看到就很清晰的知道 绿色的一个小筒筒 上面有着一个非常标志的形态 就这个商标 你们在超市里面一定见到过卡夫 但是呢 这种公司已经大到了 不需要推广他们自己 所以这就是美国化的一些资本企业 包括保洁 包括可口可乐 包括卡夫 这种公司在中国的一个 赚钱的一个方式嘛 好吧 我们看待问题啊